我们来看有关删除的操作 删除逻辑位置上有什么改变呢 我们要把AI给它删掉 这种情况也是任意位置 要把AI删掉 那么一个数组就只能是 你这空不能流出来 那就只能是从后面一个一次的往前移 所以这是前移 前移是实现的关键 首先 把它拿出来 然后移动 前面是判定 在这里面的判定和我们插入有一点点区别 插入的时候判定呢 是判定这个表是不是已经满了 能不能插进去 那现在删除呢 就要看看 你是不是这个表里头是不是有数据 那就要判是不是空 所以这两个判定有一点点不同 那我们还是看前移 前移的循环初始条件和结束条件大家都清楚了 那么前移的实现呢 就和我们插入的时候正好相反 插入的时候是接点一放到接里面去 现在是前移 现在是前移 前移呢就是后面一个数据要放到前面一个接点一的位置上去 这样就前移了 后面一个往前拿 所以这样是一个前移的过程 那么如果要是位置确定的话 就很容易了 比如说这个是删的是front 删的是front 那怎么办呢 就得把从头开始一个一个的往前移 逻辑结构的改变 就A1没有了 那它循环的时候呢 就从1开始 所以区别就在于你的这个位置怎么来找 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把几个特出的线性表静态存储的基本操作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教材里头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操作的方法 它的基本操作很多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现在来讲的这些方法来去实现和理解 那么这节课主要给大家讲了线性表的静态存储 下一次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动态存储 好 同学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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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